穿上圍裙 戴上防塵帽 柯市長親自體驗 什麼叫做履帶式洗碗機 洗完的餐具放進輸送袋 再經過兩段式高溫清洗 避免清潔劑殘留 但柯市長認為還有進步空間 市民市場是台北市 很重要的觀光市場 所以一定要讓它達到最高的標準 然後你們要當這種所謂標竿 然後再讓所有全台灣的市場跟進 要讓市林市場成為全國標竿 代價可不小 預計六月前要把美奈米餐具 全面代換成不鏽鋼材質 而機器每小時平均耗費600公升水 以及48度電 改成不鏽鋼清洗時間得延長三分之一 讓每月的水電費翻倍漲 水來講說你如果說現在用奈米的啦 一個月如果兩千塊的水費啊 用這個不鏽鋼的會變成四千塊 那連在一起都說要用風碗機的話 六台的話 電費會加倍水費也要加倍 這樣比較好啊 客人也比較喜歡 因為那種的比較有毒 雖然負擔加重 市林攤商樂觀其成 未來北市府也將中輪以及林下夜市 列為首批補助對象 陸續建置洗碗機 帶來新聞 周一辰 柯幸志 台北報導 仍然負擔住 讓大家看